在這裡面我們大概分做兩個 也就是說在金門縣政府 那金門縣政府事實上是有發函來 那有在這個防疫的會議裡面提出相關的建議 那這個函裡面就是說 希望就是說貴指揮中心在台灣往離島航線機場 設置新冠肺炎篩檢站 並要求旅客持三日內的檢測陰性報告證明 才能登機副離島 以防範離島醫療衝擊 所以這裡面在前兩次 在指揮中心裡面提出了建議 他希望說在台灣 各個機場 各個通路裡面 設這樣的一個篩檢站 那要去金門的人那就要在那邊篩 那就是說 三日或要要要求旅客持三日內的檢測陰性證明 才能登機副離島 那這個我們在指揮中心的會議裡面 就跟他講過 這樣的方式 恐怕不是一個理想的一個方式 那尤其在這裡面 等於是有一點像是做一點區隔 那這恐怕會造成以後 大家都造成這樣的一個區隔的話 那整體這個台灣的這樣的一致 生活圈都會遭受到破壞 那當然他講的想法上有一點也沒有錯 但希望說人的流動不要太頻繁 造成他們在防疫的壓力 那也這是我們在防疫上面也希望的 但是只是在手段上 是不是要使用這樣的一個手段 所以我們覺得在指揮中心的時候 那陳副指揮官就是說我們可以專家來做研議 那基本上那個方式大家是比較不同意的 然後到昨天是金門他發了一個公告出來 就是說直接就是說要再設一個快篩站 那要持PCR陰性的才能夠去 那如果沒有PCR三日內的陰性報告 那就一律要在金門做這樣的一個快篩 那有情況的那就會送到醫院裡面去 就是說如果是陽性的送到醫院裡面去 那陰性他當然就是放心 那因為這個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實際上的一個層面 那一個是在法律上的層面 那在法律上他是引用這第37條 就是傳染病防治法的第37條 但是引用防治法37條的時候 主要是一個地方的一個職權 但是37條的第三項也寫得很清楚 就是在指揮中心成立的期間 要以指揮官的指示來辦理 那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就進行公告 那事實上在法上面就有所不合 那指揮中心只是根據這樣的一個法 來撤銷這樣的公告 那至於在金門要怎麼做 金門也確實有它的一個相關的特殊性 所以昨天我也跟楊縣長有溝通過 我說這裡面在法上面這樣做 對於法是不合的 我們是一定要撤銷 但是至於說怎麼樣做 才能夠讓金門的防疫能夠做好 那也從他們的想法 也可以提出個計畫 那我們也會來討論 提供他一個比較好的建議 在法定中的審査 就說到她的表面 都要有消耗 在法定中的審査 那些審査 要改善後 又改善後 在法定中的審査 那些新的審査